来拆个快递 我买了两件衣服 看一下这个 我是在同一家店买的 回来的这个 我看一下试试 是一条裙子 这种白色的半身裙 它摸起来感觉就是这种 棉麻的质感 不是滑滑的 就是那种 像这个样子 一个白色的裙子 这个我得上身试一下 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会很显瘦的那种 但是秋冬季反正把它当在里面 是做打底的 所以就不要是起一个搭配作用 像我苹果新身材 这个肚子上肉比较多 也没指望它有多么的显瘦 一会儿上身试试看 这是我买的一个这种灰色的 这个好薄啊 感觉比我夏天买的那个裙子还薄 它是一个灰色的这种白褶裙 是长的 它这个的面料就有点 有点西装面料 但是它属于那种很软的质感 上身试一下 给大家以后做一个反馈 接下来 它是这样一个鞋子 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种鞋型 服装盒还可以 讲讲讲 但是它这个鞋的那个塑料味 好重好刺鼻 感觉很劣质的那个味道 这什么颜色 坨色咖色 感觉拿在手上感觉这鞋挺大的 那我来试一下 我买的36码的 其实可以 可以可以 不错不错 里面穿一个白色的袜子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我觉得这种薄薄的这种材质 我以为它会很很轻 结果它还挺重的 我这个是有一点内增高的 从这看它其实这个底是在这里 这么厚是大概三厘米左右 无形中的内增高 下个个子的福音 接着来拆 快递 感觉因为我们这块山西 基本上就叫没有秋天 可能就是七天 开始就直接入冬 所以好多漂亮的秋天衣服都穿了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卫衣 其实因为我苹果型身材上身比较壮 就是虎背熊腰的感觉 所以这次买这个卫衣 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肩线稍微往下一点的那种 会稍微好点 最重要的是要有领子 领口一定要大 大圆领大V领都可以 看一下就这种这种颜色 深蓝 我感觉颜色还可以了 拉链是这样 这种卡色的一个皮 左边有一个这样一个印花 就稍微有一点点亮点 整体我感觉长度应该还行 下面是这样带锁边包边的 接下来是我买了一个 有点日式的这样一个 带条纹的这样一个衬衫 白衬衫我真的超爱白衬衫 有这种一条一条一条的这种装饰 它的领子是这种花边 就很日式的感觉 它这个面料成分上面写的是百分版的棉 像这种的话就肯定会容易皱 然后下面戴一个裙子 然后下面戴一个裙子 然后戴一个颜色 到了 感谢观看